一項調查發現 超過五成受訪保安員說 公司未有為他們準備防疫物資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 上個月訪問了一百多個前線物業保安員 超過五成的受訪者說 物業管理公司、業主立案法團等 沒有因為疫情為他們提供口罩 而政府防疫抗疫基金透過物業管理公司 向前線員工發放每人每月一千元津貼 只有不夠三分一受訪者說 僱主已為他們申請 團體要求政府延長申請時間 並容許保安員直接申請 並放寬資格和名額